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两盘主中方获胜的录像 大爱主中方获胜的录像 今天这两盘主中方录像也都是属于超级逆境中的翻盘 也都是比较精彩的 然后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 然后咱们共同看录像吧 先看第一局录像 第一局录像是我玩的 当时我就不太想玩主流主攻了 然后我就换了一下底下的非主流主攻 看看能不能换出一个比较合适 这个诸葛亮是我大爱的一个武将 他既然出来 现在基本上诸葛亮出来我就秒抓 无论身份 因为诸葛亮基本上是主中反内任何身份都适应的 他的强度谈不上神将 但是他的综合能力肯定是够格的 综合能力肯定是中上能的武将 我们是进卡局 先分析下场上武将 贴主位的赵云是反 而且赵云的是冲阵 是王克空城的 比如说诸葛亮留一张闪 他一冲 诸葛亮还是要掉血的 不练尸肯定是反了 你可以想一下诸葛亮需要撸牌 诸葛亮本来自己调整好手牌都是可以空城的牌 或者说他已经空城了 你撸一张是想干嘛 对不对 诸葛亮的话也比较像反贼 就是想开AOE打诸葛亮的 诸葛亮因为经常空城吧 其他的武将内奸的话 贾许 孙策 刘丰 道都还可以 这个包括韩当 其他武将都还可以 孙策的话基本上不是反就是内啊 不可能是忠臣啊 在这个位置当忠臣没有任何用处啊 也就是说忠臣当时我看来就是贾许 刘丰 韩当这三个人都可以 关心啊 关心看下拿什么牌 这张顺手要拿啊 由于我要干这个 因为我们是进卡局 这个赵云不一定有多少杀伞 我要干他 肯定其他取手要干他 所以我拿一个顺手一个九 呃 这个 当时我感觉孙策比较向内 看一下我当时都关心吧 如果不想给这个孙策决斗和桃子的话 就给他个减一就可以 如果是他怕反的话 怕他是反的话 当时我如果给他决斗 就是感觉他是内奸 所以给了他一个决斗 从这个下面来看 感觉他是内奸 所以我把决斗给他 希望他去打一下反贼 好 我顺到他一个杀 嗯 他打无限 我反打无限 然后我顺到他一张杀 这个时候大家是先放南蛮 还是先放九杀 其实这个都真的无所谓的 因为你并不知道赵云起手 到底有几杀几杀 而从概率来说 我顺到他一张杀 他有两张杀的概率 肯定要降低了 所以我当时选择了先九杀 铁锁肯定是连赵云和不连施 这个没有任何悬念的 结果呢 赵云手里竟然有两张杀 不过还好 运气不错 他没有冲走这张南蛮 这样的话 我可以把南蛮放出去 当然你也有可能先放南蛮 人家手里有闪 冲阵你 这个东西都不好说了 只是我从概率上 我顺着他一张杀 如果不刷卡的情况下 七手有 七手 有两张杀的概率比较低 好 这个孙策果然跳了个内奸啊 直接去决斗这个刘芳 看一下寒当吧 好寒当直接开大 直接开大 看起来像是忠臣啊 就想秒反贼了 不然的话 反贼这个回合 没什么必要开大 好 果然 寒当跳了一个忠臣 白银狮子 拆一下 拆到赵云一张手牌 赵云七手手牌 真是好啊 两杀一桃一无蟹 这张杀是冲我的 这个寒当结果还是没有杀 有杀的话 肯定就杀一刀布列师了 看看布列师 布列师撸 寒当给我 是想破工程干我 而且一会赵云冲阵我 也是可以干我的 然后撸了寒当一张闪给我 还好 运气不错 不过寒当是没有杀的 顺了一下 他可能去顺桃子了 感觉 寒当肯定没杀 有杀 他刚才肯定要杀一刀布列师的 不可能不杀的 我看一下刘芳 刘芳单偷贾许 那他是跳反了 因为在他眼里 布列师是反 寒优 赵云这都是反 他就单偷了一下他 而且他也觉得偷我的啥没有意义 当时他没偷这个武器 我也很诧异 后来我发现他有戒刀 那就是他手里有戒刀 所以他没有偷武器 想用这个戒刀 看一下贾许 贾许这个时候 没有连我 肯定是跳了一个忠神的身份 他是想坑下寻优 然后杀一刀寻优 给寻优贴了一个乐 当然如果有反贼要看 我明白坑了寻优是更好 如果看明白了 那也无关大雅 对不对 连上这个寒当是方便 一会我如果有 这个比如说如果我有距离 就有属性杀什么的 通过寒当来传导 这样是必中的 卖掉一个忠神 打掉三个反贼 对不对 这是很赚很赚的 结果这个赵云 他把我给连上 他忘记解自己了 他去杀了一刀寻优 他是完全没看到 谁在贴索上 他没看到三个反对 在贴索上 是完全蒙圈了的节奏 这个牌南蛮可能要拿的 拿一张南蛮 拿一张过差就可以了 然后把两个装备 给了这个村侧 然后让这个给了寒当一张杀 因为内奸的话给他两个装备 他愿意杀 这个谁就愿意杀反雷就杀 不愿意杀 他就挂两个装备过就可以 对 这是内奸的问题了 我拆赵云 这个反雷打了一个无限 好 内奸果然 如我预想 这个挂两件装备过了 寒当这回合 至少能砍出一张杀 对吧 压一下赵云的血线 这张杀是我给他的 好 闪电挂起来 也没有问题 这肯定是把寒当的牌 掳给赵云 寒当估计七手 四张闪吧 这个 刘峰把这个 我手里的闪偷了 是 可能是想 这个 他手里是有难满 可能是想收了赵云 然后让你寻游一会儿 放AOE打我 大概是这个节奏 他也不希望我手里有让闪 那他是把赵云收掉了 他可能会觉得 贾许如果动的话 有可能完杀掉赵云 这个时候就是到了 惊心动魄 关键的时候 看一看贾许了 他把简易下掉了 下简易也可以 下磁雄也可以 其实下磁雄可能更好一点 因为毕竟有波炼师 可以调戏 看一看贾许 他会想着怎么打 当然还是要看他的手牌了 他想着杀了一刀 刘峰没有用逆 就是希望寒当如果不死的话 希望寒当可以用逆去杀他 因为寒当很可能断杀 寒忧杀一刀 开了一个万剑 开万剑也可以 如果你要是单想打死 寒当就可以直接决斗寒当 如果你是为了 而击打我和贾许 那就开万剑 这个东西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 当然了 你为了打我和贾许的同时 肯定也打反贼 对不对 当然没有桃子 内奸不知道有没有桃子 他没 反正他是没救对吧 然后继续关心 猪果亮这个主攻怎么说的 他就是强度肯定够的 但是他容易也是容易被针对 就是经常一堆破空城的武将就出现了 然后看一下关心 这个牌当时我就希望 我希望压一下寻优的血线 然后让贾许去玩杀掉 我这个时候并不希望杀掉不练尸 而且不练尸你看 他现在三手牌 之前他顺过寒当 他手里肯定有桃 有九有闪 杀他肯定杀不死 不如压一下寻优的血线 一会儿找机会 看看贾许能不能玩杀掉寻优 这是唯一的机会 你杀不练尸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希望贾许能玩杀 玩杀掉寻优 因为有贾许这个忠诚 他是可以切断不练尸的桃子的 所以我当时拿了一张杀 拿了一个马 这个闪电就是关给寻优的质鱼牌 不给他杀 然后的话可以考虑给这个孙侧一张杀 挂马杀一刀 一张闪电是他的 然后给孙侧一张杀 我是希望孙侧能把这个寻优的血线压下去 这个玩杀掉这个寻优 但是他由于有刺熊 他选择杀不练尸 不练尸肯定手里是有防御牌的 还好有一个勒 这个勒也非常的关键 所以当时感觉还是拆一下刺熊剑比较好 毕竟让孙侧少过一张牌 好不练尸扔桃子了 这说明手里肯定是桃 不是桃 基本上就是桃了 好刘峰继续偷 把这个最后一张手牌都偷掉 然后删一刀贾许 这个时候真是生死存亡 一瞬间啊 场上这个 这个很多人都残血了 看一看贾许这回合怎么动吧 好摸到一个无众 现在排基本上 我看一下这个刘峰 用青鲲键和冰凉打出去 寻优手里是闪电 这个不练尸手里基本上是个桃 刘峰手里不好说 杀闪都有可能 应该不是杀感觉 如果是杀他单出一张杀 他手里留两张手牌更好 杀肯定不是的 是不是闪就不知道 对吧 这个时候他选择了杀了一刀 但是我也在贴索上 但是他肯定不能开大 看看布脸师会不会选择自杀 当然这个时候布脸师有两种选择 可以选择自杀 宝群优 如果他 比如说他不自杀 是桃 因为你现在并不知道贾玉手里那张牌是什么 假如说贾玉手里是一张桃 他们这么想 假如说贾玉手里是一张桃 你如果不死吃了桃 然后他开大 他死 我秋桃 他出桃救我 我活 然后他也死 这样的话就剩一个反贼了 这是一种思路 还有一种思路 就是他直接死了 强保寻优 然后因为他他死了 他给寻优三张牌 再加上补血 他开大肯定是带不走寻优的 这是两种思路 看他怎么打 当时这个反正他们也都是有争议的 之后布链石选择了死亡 气掉了桃 直接给寻优补两张牌 当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贾玉手里是不是桃 贾玉手里如果是桃 布链石强行不死 那个 他一开大 场上就只剩刘峰一个人了 也就是说 场上就剩刘峰 就剩刘峰了 这个孙策肯定也死了 贾玉的话 就剩一血一牌 然后到我行动 很有可能打成我和刘峰的单挑举 这个时候他开了一记南蛮 贾玉吃桃了 应该手里肯定是有桃的 不然他不可能吃桃 吃桃的话 要不然他吃桃 我是必死的 这个因为寻优肯定能开出一记AOE了 孙策已经死了 好 他手里是一张扇 由于他开这个是 由于他开这个是 就是无色的 所以贾玉也需要出杀的 那么 我还猜错 他手里竟然真是一张杀 其实他有杖八的话 我感觉单出一张杀 手里留两张牌比较好 毕竟手牌多的话 威慑更大一点 这个时候关心就很屌了 手里有古定刀有杀 肯定拿古定刀和杀 然后再拿铁锁过牌找桃子 火攻就拉下去可以了 这就很简单了 当时那个点 反正 大家就是自己判断一下吧 真是忍者 见人智者 见智者 你说现在这种局好 还是单挑局好 也不好说 只是我正好关心 只有一把古定刀 能带走寻优 对吧 这寻优肯定死了 还是打的蛮惊心动魄的 不过贾许最后一张牌 有可能是桃子 因为他收掉布列师以后 自己吃一个桃 还有一个桃子 有两张桃子 收三张牌 两张桃子 概率并不是很大 这个时候我就赶紧尽快恢复 恢复起来才是王道 是留九过了 毕竟还有空城 没有空城 我这就死定了 他一偷一让八就拍死了 由于有空城 他肯定不会偷我的手牌 偷我的手牌 他就杀不了我了 他只能堵一下 他把古定刀偷掉 这时候也是只能堵了 看看能不能带我飞 还好我有一口九 这样的话 基本上应该可以赢了 贾许如果有 贾许基本上一开大就赢了 因为他有那么多逆 开大我杀一刀 他自己在掉一血 贾许在用逆 或者用什么玩意儿 搞一下就可以了 就算没有决斗 用逆拍一下也是赢了 这样的话 这局比赛就获得胜利 也是打得惊心动魄 其实很多录像你打完了 反正你自己可以看一看 就是思考更多的东西 能有利于你进步 我们再看第二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也是 也是惊心动魄 也是逆境中的翻盘 非常乐精彩 大家跟着我看一下 主持人主持人玩家 就有种放学别跑 医学玩家经常跟我一起玩着 主攻选择孙色主攻 八号位置忠诚 这里边这些血量 你一看肯定是理点了 非常非常好 理点在这个位置配合主攻 无论是AOE 还是红杀 或者是什么决斗 既能送主攻崛起 又能跟主攻刷牌 是超级超级爽的一个忠诚 尤其这又是 看起来是一个路人局 更应该选理点了 这就配合主攻是非常非常的爽的 最终他也是选择的理点 好看一下场上的悬匠 这个乍一看 这个比较像内奸 这个貂蝉 貂蝉在深测局这个问题 我真的不想再多说了 反正 你要反费非想选 你就选吧 我也真的不想说什么 如果大家有兴趣 这个 就是详细知道 为什么不能选 我有一期这个 视频叫这个什么 迷一样的围观和速推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标题 去看一下 那里面我详细讲过 反正在我看来 他是个忠诚 如果这么标的话 其他人就都是反贼了 咱们先步标 看一看场上的走势 是不是这个样子 当然了 像鲁肃张辽 就是吴国泰这种 还有华佗这种 就算 就算没有这些人的身份 我觉得这些武将 基本上都没有能给鲁肃当中的 吴国泰 能给 不是 能给孙策当中 吴国泰能给孙策当中吗 鲁肃能给吗 华佗能给吗 张辽总 我也不说了 反正大家自己看好了 主攻挂了一个人王盾起手 其实没必要 是我 我可能 不会挂 因为你爱着吴国泰 这人王盾被搞走了 你就是个回头杀他 就麻烦了 对不对 然后吴国泰不负中望跳反 顺策起手 没有必要挂防具的 你挂防具干嘛 尤其还挂着人王盾 比如说真的搞不掉 不会说后卫忠臣 有这个黑杀 让你觉醒都觉醒不了 而且后面明摆了吴国泰 你这被呼了走了 很麻烦的事情 不要挂 好 鲁肃直接耗施 看他耗施给谁 耗施吴国泰 这肯定是反了 鲁肃也是根据这个 大家习惯去打貂蝉 也没有问题 看一看老驼子 看他顺谁 他也没有顺貂蝉 他顺了一下张疗 也没有顺装备 他这其实就是想误导一下貂蝉 其实呢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你就顺貂蝉就可以了 你这肯定是反了 你这不顺鲁肃 不顺国泰装备 你误导一下貂蝉 有啥意思啊 貂蝉还得干你 何必去顺张疗呢 对吧 然后貂蝉不出意外的跳钟 然后对这个 反贼头子话托一顿稿啊 然后张疗也是跳反 那上下身边就明了 这个貂蝉 基本上处在反贼窝里 估计很快就要挂掉了 九杀 看看有没有桃子 好 灯爱表示别托管 哥有桃子 哥是 哥是 哥有桃子 但哥不会臀红桃 好 当然挂装备 三跨驼 这个没有问题 好 开始这个寻寻 你这个牌的话 可以拿无中了 给我拆了 过一些未知牌了 还是找AOE 看能不能刷到牌 好 找到AOE了 但他这个AOE 可能这一轮不会放 因为还是想保一下貂蝉的 乐的话 乐一下国泰 国泰毕竟7牌 这个如果乐不住的话 还是比较恐怖的 这你随便 这你随便杀一刀 这个孙策肯定是转的 好 把盾拆了 你看你一个盾 还得让忠神去拆 多麻烦 你当初不挂不就得了吗 不挂 你脸不就可以拆别的了 对不对 就是反正 离脸在这个位置 随便砍一刀孙策 都是大转的 就两个人过一张牌 当然你红杀杀一刀 那就更赚了 白赚三牌等于 红杀杀一刀孙策 好孙策季扬杀这个卢塑 这个时候卢塑应该 你要是撸的话 就把牌撸给华佗 你要是不撸的话 你就那个 耗施 他选择了把这个牌 撸给了张辽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撸给华佗更好一点 他表示不太相信华佗 看华佗上来 顺了一下张辽 但是其实场上身份都跳明了 这邓爱貂蟬 李典身份跳得非常非常明了 没有什么悬念的 对不对 这个乐贴的有问题 乐孙策没有意义 不如了李典 不过呢 他是可能看到孙策有骨定刀 怕这个抱了自己机油鲁素的菊花 又张辽这个神手 一偷一寒冰 李典瞬间裸奔 这个局势其实对于主中话来说 非常难打了 这怎么打 但是呢 还得要打 这个牌 拿一桃 又无蟹吧 拿久的话 可能被久上 毕竟活着才是赢了王道 好 又无蟹 所以说啊 还是应该乐李典比较好 李典因为有过牌嘛 他能找到过拆顺手无蟹 对我还是找到 还是包了他机油鲁素的菊花 然后果断挂机闪电了 把这个骨定刀护了 他应该不敢杀孙策的 怕孙策觉醒啊 好 拆距离拆闪电 OK 过了可以了 或者杀李典 如果非想杀的话 鲁素这个时候地蒙 这个时候其实 我如果我是鲁素 我就把这个邓爱和话陀 话陀的牌递蒙掉 邓爱 你这个时候把邓爱这四张牌 换给话陀 反对就稳稳的了 而且邓爱也不会觉醒 他才一填 对不对 你不要就是怕邓爱陀 你这我换了又如何 四张牌反对稳稳的 看他会不会换 然后他连了一下 一点和邓爱 那他就弃牌了 他并没有换 是我 我绝对去把邓爱的牌 录给话陀 这超级的赚 一个填 多换了三张牌 而且还是换到话陀手里 你想想赚不赚 好 话陀开了一个桃园 然后一奶 这个时候 让他也没法偷了 继续挂机 离杀话陀 真心是刚才应该 陆邓爱的 然后 这个 不过他又被贴了个乐 用三个乐贴了主攻 一个贴了 国泰两个 这个时候拿上这张红杀 这就是等于过三张牌 因为实测前面的血 都是白掉的 这三张牌是等于白摸的 对吧 火杀继续激昂 有离点相助 这个孙策也不再是白板了 各种激昂 好 这个乐又重了 这个时候可以把孙策牌 录给这个话陀了 这个你再不录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太无中 这肯定要录的 没有任何悬念的 两奶两偷 确实非常非常难打 但是呢 还是不能放弃 杀一下 闪一刀 应该是杀一刀 闪一下 然后张牌再偷 大家又空城了 哎呦天呐 只能靠裸摸的牌 当然了 大概有一定存货 之前鲁素也不给他录空 这就比较淡疼了 杀一刀 看看这回合有没有机会 好好好 这个牌就比较屌了 南蛮决斗 全是刷牌的利息 而且很有可能送孙策觉醒 现在大家注意一下 反贼手牌量基本上非常充足 张辽满牌 话陀满牌 主 这个离点和孙策都是裸奔状态 就看这个回合了 肯定是南蛮决斗了 没有什么悬念 南蛮一起来刷起牌了 OK 瞬间可以把牌 刷到暴多 这时候就要无脑 无脑忘戏了 这时候 因为要过牌 必须帮助孙策觉醒了 要不然没有机会的 好的OK 华头有杀出杀 这时候反贼有杀 一定要出杀 不要让他再过牌了 灯爱的话 他可以选择故意 让这个离点过一下牌 当然他也不一定有杀 决斗 这时候就是要送主公觉醒了 主公这一轮不觉醒 没得打 没有任何打的 好的OK 主公顺利觉醒 铁锁把反贼连起来 从两个人裸奔状态 打到现在 李点六牌 然后孙策四牌 然后还觉醒了 十张牌 还不包括李点 用出去那个拿蛮和决斗 可见这个配合多么的凶惨 所以说李点当中 还是非常给力的 加一马他没有挂 非常正确 就是说假如 因为他也在铁锁上 假如说他如果有九鼠行杀 什么之类的东西 直接砍李点就好了 保证命中 主公直接扒话筒 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时候不要补牌 补牌就是在坑爹 直接扒光话筒 开始干 一顺 再降 小白板有这个李点相助 真的不但是白板 而变成神将了 好的 这个连弩一挂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牌的精彩程度 就可以看到了 再过牌 继续过牌 从两个人裸奔 全部裸奔状态 打到现在这个样子 把反费打崩 简直爽啊 张辽手里应该还有 还有点存货 这时候他没杀了 赌命了 开五五 拿杀 这时候 这时候他是在赌啊 主公应该也有武器了 你看还外面还有武器的毒条 他应该不会让话筒拿牌了 好的 没杀了 这就这五五肯定要开了 赌嘛 你如果再让反对再动一轮 反对全恢复了 等于白打了 这这个五五是绝对要开的 没有任何问题 好 杀了国态 就是赌了 收掉国态就可以 这个有连锁效应了 还有桃子 还能不能 还能不能有 并没有了 我的天哪 好吧 那就再挣扎一轮吧 解锁一连 主公表示打了无限 这个牌有可能都被撸走了 看鲁肃这回合怎么打 鲁肃选择的号施 应该会把 离点的牌 撸给国态 这时候还是比较凶险的 这个鲁肃 当时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并没有把这个 离点的牌 撸给国态 你按理说四手牌 他是不舍的 还是怎么着 还是卡了 加一也没有挂 按理说应该是把 这个离点的牌 录给国态的 他没有出闪 是为了防张辽的寒冰 结果张辽还是 把这闪给偷走了 没有杀 看看对外这一回合吧 当然了 话筒又回版状态了 大家应该可以砍一刀吧 至少 这么多无限 虽然说这个鲁肃 手残了 但是这牌主中 这个离点和尊策的 该打的输出 也已经全部都打出来了 还只能拿两个桃子了 然后开弯键 继续刷起来 非常的嗨 不给国态过牌了 一会希望这个孙策秒掉国态 这回合由于孙策觉醒了 没有盲目过牌 可以让离 可以让张辽过一张 因为张辽的最后 无所谓了 这个就比较凶残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下你打的过程中 你在游戏过程中 能不能想到 不要不要蒙圈的 想不到 这一下打的非常非常的好 你手里全是桃子 把这些桃子全部转化成牌 让孙策去干 反贼 这下杀的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漂亮 大家打的过程中 继续把这个桃子全转化成牌 非常的亮 这时候需要的是牌 而不是雪 只要孙策有牌 只要孙策有牌 推掉反贼就OK 好的 不要摊桃子 把桃子全部转化成牌 非常非常的漂亮 孙策这一波 打出去就OK了 我想如果说 可能你在实战过程中 10秒钟 你能不能想到这一点 把桃子全转化成牌 假如说你想不到 比如说就单凭孙策 不然你张牌 也许还真的带不得我反贼 这一下就稳稳的了 孙策怂了 其实按理说 这个应该继续扒画坨的 应该继续把画坨扒光的 没有必要去补牌的 把画坨扒光直接砍过去了 大家要 其实通过最后这一下 理点出牌 大家主要是让大家明白 就是什么时候你要懂得 自己桃子 能转化成牌的时候 一定要转化成牌 而需要留桃子的时候 你才要留桃子 就是吃桃保持血量 而这个时候明显是需要 遵测输出了 所以说什么桃子都是浮云了 转化成牌才是王道 反正我是给理点 最后这一下把桃子 转化成孙策牌 点个赞 这一下什么内奸 什么反贼通通带斗 管你们什么 对不对 这收了反贼 再收出桃子 不是更容易的事情吧 继续突突过去 直接杀掉张聊的话 如果能干死灯爱 直接把灯爱也带走了 OK了 这个就没必要了 明显理点是中 理点是内 不可能把桃子都给你转化成牌 你想一想 理点如果是内奸 他早吃桃 对吧 只多给你刷两张 不可能 不可能让你刷那么多 不可能让自己一学 都给你刷成牌 对不对 摆平理点是中神 内奸没有这么玩的 主攻并没有简易 好像 好的 这回个理点带走 这灯爱就可以了 找个简易就可以了 然后吴忠和杀 爬断杀 但是并没有距离 哎 惨啊 这叫一个惨 主攻毕竟还是相信这个 理点 偏心不偏心 这个都很明显了 这个灯爱悲剧的 各种红桃 主攻这时候直接剁掉了 直接剁掉就对了 这时候你再看不出谁是忠臣 这就瞎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坐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 也希望大家能从中领会到这个 忠臣 就是要给主攻卖命的 这一点 不要像就是很多这个人 这个 就是忠臣在那狂自保啊 忠臣就是用来卖 卖掉自己成全主攻 OK 大家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